其實家長你們心情其實是鬆了一口氣 耶 終於開學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是三寶爸 一早就到松山國小關心開學狀況 志工媽媽們拿起手機自拍 蔣萬安到校園魅力不減 不過該面對的還是得面對 蔣萬安表情嚴肅 10日提前見228受難家屬 而北市府每年都會辦228追思紀念會活動 台灣國家聯盟率先開第一槍 拒絕和蔣萬安同台 蔣介石是228的元凶啊 他自認他是他的後代 所以我們228受難者 為什麼要跟那個加害者 一起合辦這個紀念會 我想我們就是面對228的議題 我想我一直很關切 當然就是坦恨面對用心傾聽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態度 那市政府的角度 我們就是盡可能的來聆聽意見 然後可以做的我們都不會迴避 面對228家屬不滿 蔣萬安不斷強調用心傾聽繼續溝通 避免引發更大反彈 北市議員們也有不同看法 假設獨派他每一次都選擇退出的話 反而失去了一次跟蔣家第四代面對面 溝通這個歷史的教訓 這是理所當然 因為228的遺族一輩子人活在恐懼當中 而且得不到應該有的道歉 蔣萬安的蔣家後代身份 如何取得228家屬們的諒解 甚至化解這段歷史悲劇 將是他市長任內最棘手的難題之一 環宇新聞送給您蔡宇智台北報導